近期娱乐圈卷起一阵宝岛船风 一大批台湾歌手、明星来到本港发展 但是黄祖言比他们走得更早 凭着方日华小姐的胃眼 十年前已经将祖言由台湾带到来香港 展开他的银色事业 十几年前的事 记得那件事很小 十六岁了 当然我现在不是很老 那就是方小姐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届金马像 我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台湾的电影 在那部电影里方小姐就刚刚好去参加金马像 看到我 就跟我说话 很喜欢我 想往安国来香港拍戏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我问妈妈好不好 妈妈说如果你自己觉得喜欢的话就去吧 我就梦茶茶就来了 让我去uro期间 让我 Dids 你